字幕作词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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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大家有没有发现今个星期天气非常热 尤其在这周初有几天的能见度都不太好 其实这个和附近的一个热带气船有关 在夏天的时候热带气船未必会直接影响香港 但當熱帶氣旋在台灣或東海附近的時候 其實它對我們的天氣都會造成一些影響 我們可以看看今個禮拜一個例子 如果看回這張衛星雲圖 我們看到其實在6號至7號的時候 熱帶氣旋海葵就橫過東海 跟它相關一些比較差的天氣 雖然就沒有直接影響我們 但事實上因為它的影響 香港就轉出一些比較內陸的氣流 而這些內陸的氣流其實都會將廣東省 或者我們北邊這些比較熱的空氣 就吹了下來影響香港 所以如果看回今個禮拜就有不少時間 我們的溫度都會上升到33度或者以上 所以酷液天氣景也曾經發出過 在這些情況下市民都應該留意要多些飲水 以及做多些預防的措施 除了溫度之外 其實熱帶氣旋有時都會對我們的能見度 尤其是夏天的時候帶來一些影響 如果看回過去幾天的情況 香港都主要出一些偏西風 風力都不是太強 這些內陸氣流其實都導致一些原浮粒子 比較容易在本地積聚 事實上之前幾天的情況是屬於煙霞的情況 如果看回世界氣象組織的定義 一般來說相對濕度是80%以下 而能見度因為原浮粒子的積聚 而下降到5公里或者以下的話 我們就會定義做煙霞 事實上過去這幾天 港內都出現過這個情況 如果看回中環碼頭的能見到 其實在7號的時候都曾經跌到5公里的樓下 所以大家都可能留意到 有時夏天的時候熱帶氣旋未必會直接影響我們 但當它出現在台灣或是東海附近的時候 其實它都有機會為我們帶來一些 酷熱的天氣和煙霞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接下來我們一起來回顧一下過去的天氣 星期一 由於有一道低壓槽影響著我們的關係 為我們帶來了幾陣雷雨 雷達圖像顯示 本港大部分地區當時都有雨 我們再看一看雨量分布圖 港島東、九龍和新界部分地區 雨都落得比較大 有些地方更加超過20毫米 由星期二開始 我們受到一股內陸氣流影響 令天氣比較熱 大部分地區氣溫升至33度或以上 由於天氣炎熱的關係 天文台發出酷熱天氣警告 提醒市民小心中暑 除了令到天氣較熱之外 內陸氣流還為我們帶來了一些煙霞 受到煙霞的影響 本港的能見度下降 星期三的港內能見度 曾經下降至3000米以下 至於氣溫方面 今個星期最高的是34.3度 這個紀錄也是今年以來最高的氣溫 最低的是25.3度 不知道接下來的天氣會如何呢 不如交給科學主任說一說吧 大家好 我們預料一股不穩定的西南氣流 就會在未來兩三日影響華南漁岸地區 所以週末期間 天氣都是以有驟雨為主 還會有幾陣的雷暴 所以市民出街的時候 最好都是帶一把傘